记者王轩请新北报道,40岁的王姓贵妇昨晚与有人相约在台北市信义商圈的新光三月拜货聚餐,途中离席到停车场,在车内拿东西时却遭43岁的谢谢男子持者跌倒斜持,强压上车后被载往新庄。 途中谢男持王女的提款卡,在新庄中正路及中华路两处ATM提领11万元,随后将王女在王府人大学附近的汽车旅馆,将她拘禁在房内后返回车内企图擦掉指纹灭证。 王女趁机用房内电话向柜台人员求救,警方或报到场,顺利救出王女,并将谢男逮捕到案,训后依强盗罪嫌送办。 警方调查,谢男身材高壮,有妨害自由,妾道等前科,过去也曾犯下随机抢前案件,平时从市机场接送工作,近日因接不到案子,缺钱花用。 昨晚六时许见王女独自出现在新光三月停车场,静心生百念,持刀抵住王女臀部,恐吓,乖乖坐在后座,若报警就杀了你。 谢男控制王女后,驾驶王女的BMW轿车,开往新庄,途中要携王女交出提款卡及密码,在中正路便独自下车,前往提款机体领约万元得手。 后续在指新庄区中华路二段提领五万元款项,共计提领十一万元,不料谢男随后将王女载往汽车旅馆,将她拘禁在房内后,再度返回车内企图擦掉指纹灭证。 王女见状赶紧用房内电话向柜台人员求救,此时,王女有人见王女时未返回,向警方报案,警方赶紧使用手机定位寻找王女踪影,同时接到汽车旅馆报案,多名远警前往,顺利逮到谢男,并救出王女。 警方表示,王女并未受伤,遭到领的钱也都拿回,而谢男被警方逮捕后,不断顾左右而言她,不愿配合警方讯问,最后才说是为了寄钱给在中国的妻子,才会犯案路人行墙。 但警方发现谢男早已离婚,怀疑谢男供辞真伟,目前仍在调查厘清。